本地连锁咖啡店遭民众举报 聘请没有合法准证的外籍劳工 接到投报的柔佛移民局 就到新山多家的门店来盘查 最终是逮捕了145名外劳 柔佛移民局长拿督 莫哈默鲁斯迪今天发文告指出 当局前天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 突击检查这家连锁咖啡店 位于新山的四家门店 而在盘查了203名外劳之后 逮捕了其中145人 包括了124名男子和21名女子 他们分别来自缅甸 印尼 孟加拉和尼泊尔 所有人的年龄介于18到44岁 鲁斯迪透露这些外劳主要违反 1963年移民条例3-9-B条文 1959-63年移民局法令6-1-C 没有有效通行证或许可证 以及15-1-C 逾期逗留条文 鲁斯迪强调任何人违反相关的条例 当局绝不妥协 张丝斯迪宝弗研和尼泊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